在鬼灭之恩里,有非常厉害的驻疾队士负责在前线与鬼隐秘相搏 而在后方也有一群为前线服务的部队尹 尹从事着那些看似不起眼却又很重要的工作 例如像剑士的救治与运输,应急事件隐秘处理等 尹是鬼杀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极其隐蔽的组织 所有成员都戴着黑色头巾蒙住口鼻 穿着背后印有尹字的黑衣 其中一位通过眼睛可以变出是女孩 那么她到底是谁呢? 还有尹的成员为什么都要蒙面? 在尹中做出最大贡献的究竟是谁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鬼杀队后勤部队尹彻底考察 尹的大部分队员是以鬼杀队的剑士为目标 但却没有剑术天赋的人组成 不过因为长期的训练 尹队员的体力还是要比普通人强上不少 一个人就能扛着两个伤员长途跋涉返回基地 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和炭之狼一样 家人朋友都被鬼杀害 心中对鬼的仇恨丝毫不亚于前线与鬼战斗的剑士们 有时甚至会冒着生命危险与鬼直接对抗 那么尹的成员为什么都要蒙面呢? 其实蒙面的原因有三个 其一,尹的实力比剑士更弱 所以脸部也需要对付的保护 尹的对付也是采用特殊材质制成 十分结实能够抵御杂鱼鬼的爪及和撕咬 其二,尹在处理现场时 蒙面头巾可以防止灰尘 以及鬼血溅入口鼻感染 还有一般大战结束后会有很多尸体 蒙面还可以防止瘟疫的流行 其三,尹在救治伤员时 蒙面头巾能够阻止口腔里的细菌进入队员的伤口 这就和医生做手术一定要戴口罩一样 每次战斗后尹都能干净利落的清理现场 做好善后工作以免被警察发现 而当鬼出没需要战斗时 尹又会很好的引导疏散普通市民远离危险 就连鬼杀队服也是由尹制作 可以说鬼杀队所有杂事全都是由尹一手包办 所以尹在鬼杀队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在尹中贡献最大的究竟是谁呢 后腾是贯穿鬼灭之刃 非常有存在感的尹队员 目前23岁 阶级等级不明 不过后腾称呼香奈呼为利花落大人 而叫炭之狼时 却毫不客气的直接尼小子 由此可以判断 后腾的阶级是低于四高于鬼 后腾第一次出场是在蜘蛛山 主要负责治疗中毒的对视 和运送被香奈呼打晕的炭之狼 前去祝和会议接受审判 会议上炭之狼因战斗消耗太大 一直昏迷不醒 虽然后腾经历了很多大场面 但在祝强大的气场笼罩下 后腾急得大喊 你要睡到什么时候 快给我起来啊 可以看出后腾是个急性子 不过好在炭之狼及时苏醒 不然后腾可能会采取暴力手段叫醒炭之狼 之后更是提醒炭之狼在柱说话时不要插嘴 会议结束后蝴蝶忍分复印 将炭之狼和迷豆子带去蝶屋 后腾行李后扛起炭之狼拔腿就跑 可炭之狼竟然还跑回来请求主公 自己想要给风柱十迷以及头锤作为惩罚 这个举动可吓惨了后腾 生怕被连累 对着炭之狼就是一顿猛锤 并且在炭之狼被侠助教训后 连忙道歉扛着炭之狼飞速逃离 毕竟柱在影成员的心中使特别可怕的存在 事后后腾表示连一秒都不想多呆 差点尿出来 最惨的是后腾将炭之狼送到迭雾后 还被哭鼻子的善意弄了一身鼻涕 这可真是后腾地狱的一天 不过却开启了后腾与炭之狼的奇妙缘分 在花街战斗后 又是后腾发现了受伤的炭之狼等人 并将他们带回蝶屋疗伤 后腾非常尊敬那些比自己年幼 就已经成为剑士拼命去战斗的人 因此在炭之狼受伤昏迷时 还特意准备了连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高级蛋糕前去探望 这在大正时代可是价格昂贵的高级典型 蛋糕的营养价值很高 又甜又容易下咽 是送给病人的最佳食物 还有在炭之狼醒后 后腾更是激动到情绪失控 不顾阶级训斥相待乎 应该早点把炭之狼苏醒的消息告诉正在担心的大家 可以看出后腾是真的很关心炭之狼 之后后腾和炭之狼经常来往成为了好朋友 在断刀川一战后 炭之狼又昏迷了七天 后腾前来探望时 甚至还关心起了迷豆子 本来迷豆子作为鬼的身份 之前是让大家所恐惧的 然而后腾却因炭之狼的原因 从心里就接纳了迷豆子 无限程大战中后腾与其他瘾一起忙着救助伤员 从未停下脚步 当五惨被逼到绝境 化身巨鹰试图躲进阴影时 平日里胆小的后腾甚至还开着汽车撞向五惨 阻拦去路 展现出了勇敢的一面 随后车被五惨拦腰砍断 幸好后腾及时跳车才保全了性命 在众人的努力下 五惨最后被成功消灭 后腾也属实功不可没 在现代 后腾的子孙与善意的曾孙善赵 就读于同一所学校 另外鬼灭之刃公事书里 也有关于后腾的小故事 后腾在大战结束后清理战场时 不趁摔伤逃步 昏迷进入了地狱 对地狱的众鬼们进行了采访 之后被同伴唤醒 才回到了阳间 种种迹象表明 后腾绝不是一般普通人 肯定身怀天秘 潜田正男是专门负责制造鬼杀队制服的影成员 由于队伏是由特殊材制成 所以潜田与鬼杀队刀匠一样是重要的存在 属于技术类高端人才 但潜田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老色P 为鬼面粉带来了诸多福利 例如甘露斯密尼的队服 就是由潜田制作 潜田会将自己的喜好融入队服 尤其是一些年轻貌美女队员的队服 总是要加入自己喜欢的性感元素 并且还有着相当的执着 明知道可能会引起女生的反感 还是不改初心的制作自己喜欢的服装 甚至不惜采取欺骗的手段 不过基本都被队员们识破拒绝了 估计也就只有单纯的秘离上当受骗 因此潜田是大家公认的下流四眼 不仅内心下流 连手段也很下流 其实潜田一开始也为蝴蝶忍 制作了甘露斯同款队服 但队服很快就被忍烧掉了 而潜田则是感到非常痛心 大声叹息 之后还将香奈乎的裙子长度改短 虽然受到了指责 却不以为然 因为潜田技艺高超 所以也不会受到任何处罚 愈发嚣张的潜田 竟然还曾经闲驻守过女队员 结果却被封住不死穿石迷怒斥 潜田也因此被暴躁的石迷吓尿了 从那以后石迷就上了潜田的黑名单 同样上黑名单的 还有故意撕坏队服的伊之柱 尹部队从事的都是一些体力活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身强体壮的男性 但还是有一位优秀的女队员 那么她究竟是谁呢 在注重审判上 女队员负责运送装有迷豆子的木箱 当木箱被石迷抢走后 尽管对方是柱 自己无能为力 但还是鼓起勇气 出声劝阻石迷 在漫画原作中 这个角色本来是一名男性 为什么在动画中却要特意换成女性呢 很有可能是想要表达女孩子也不输男性队员的坚强 对于繁重的体力活也是能胜任的 还有在无限层大战时 悲鸣语身受重伤 命不久矣 旁边也出现了一名女队员 她泪流满面的握着悲鸣语的手 口中念着悲鸣语的名字 似乎看起来颇为亲密 而悲鸣语的走马灯里 孩子们抱着她哭泣 其中唯一的小女孩哭泣的姿势 和这名女队员简直一模一样 所以这名女队员很有可能就是悲鸣语收养过的孤儿 沙黛 时间回到十年前 鬼袭击了悲鸣语所在的寺庙 沙黛是当时唯一幸存的孤儿 惊魂未定的沙黛对赶来救援的人说 是那个人杀的 而沙黛所说的那个人 其实指的是袭击寺庙的鬼 但鬼死后就灰飞烟灭 没留一丝痕迹 临所当然的 悲鸣语被当成了杀人犯判处死刑 不过还好有主公出手相助 并将悲鸣语收入鬼杀队 才没有酿成大祸 而懂事后的沙黛 也因自己含糊不清的证词 将收养他的恩人 悲鸣语逼入绝境 感到非常后悔 一直很想向悲鸣语当面道歉 所以沙黛很可能会为了道歉而加入尹 虽然最终没能说出口 但是能陪恩人走完最后一程 应该也算是弥补了遗憾 尹的队员一直在默默付出 任劳任怨 当我们看到前线剑士与鬼搏杀时 这份殊荣绝不仅仅只属于剑士 还属于背后隐藏的培育师刀将 裁缝 尹甚至送鸭等 但战斗进入到白肉化 双方都已经筋疲力竭时 尹们明知自己没有战力 还是会不顾危险的冲上去 真的让人非常感动 那么你们觉得尹中谁的贡献最大呢 请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帮小语按赞和订阅哦 你们的鼓励是我制作这一系列的动力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